大家好 大家看我这个石湖南现在是开花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要给他把这个花梗剪掉 明明他现在正在开花 而且呢 还有一些花苞没有开放 为什么我这个时候要剪呢 这个时候我之所以要剪这个花梗 首先是因为他这个花的话 其实非常的少 花量很少 而且的话只有这一只花梗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我的这个石湖南 大家发现没有 现在长了非常多的新芽 如果这个时候还让它开花 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会和这个新芽呢 争夺养分 导致你的新芽后期会长得特别的弱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最好就是把这个花梗给剪掉 剪的时候呢 直接从这个花梗这个部位啊 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剪掉之后呢 因为我这个新芽已经展业了 大家看到没有 现在已经全部展业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要给它适当的补肥 因为它本身开花就消耗了养分比较多 新芽已经展业了 也是需要非常丰富的养分的 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肥 但是刚开始补肥呢 不能够太浓 我们稀释的倍数呢 一定要翻一翻 比如又这种有机营养液的话呢 我们啊 它是建议稀释五百倍 那么我们这时候稀释的倍数的话 最好就是啊 稀释大概一千倍到一千五百倍左右 然后后期呢 我们慢慢慢慢的让它恢复一个正常的稀释浓度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呢 既不会对你的这个新芽造成任何的损伤肥害 而且还能够有效促进它的生长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剪掉这个石湖南的花朵的原因 还有后期的一些处理办法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